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神人合作 罪人的意志已经堕落 转离良善 唯独主的大能使其悔改归正 有人认为 神的恩典预备人的意志归正 然后由人的意志自己来行动 此说法承认 恩典在每一善行之先 意志并非在恩典之前带领 乃是在恩典之后跟随 这错谬在于 意志并未全然败坏 只是需要先有恩典提拔 圣经清楚指明两件事 一 主归正我们的邪恶意志 其实是灭绝除去它 二 主赐下良善的意志取代它 这良善的意志完全来自神 当然 恩典是在先 意志是跟随恩典 但是此跟随的意志并非原先邪恶败坏的意志 乃是新造的人的意志 那些说 人以自己的意志跟随在先的恩典之人 将人的顺服跟随归因于自己的能力 这是大错特错 因改造人的意志是主的大能作为 而意志需要恩典领导 恩典也需要意志配合 否则什么也不能做 此说法是极大的错误 将恩典说成是能力不足 不能改变意志 这是明显违背圣经 若说人的意志是恩典的随从 并非指意志在善行上有赐予恩典的功劳 乃是指恩典改造人的意志 使之顺服恩典的领导 恩典当然是在一切行为之先 恩典是大有功效的直到永远 神使那不愿顺服的人顺服 并且使顺服的人结出果子 所以神是善行的创始成终者 人若想在意志中 找出什么是属于自己而不属于神 他什么也找不着 主基督说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都是神的恩典 先改变人的意志 使他选择向善 使他知道所当行的 也使他照着所知的去行 因此当神以圣灵的恩典 不是以律法的字句来教导人时 他就使学习领寿的人 不仅是借认识而明白 也借意志来寻求 借行动来达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